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第三次眼睛大力看世界 震動全球的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 過去了一個多月 雖然中國的社交媒體上 持續爆出了不同的天災人禍 不斷地轉移人們的視線 但仍然有大批民眾在關注 這四個被打的女生的狀況 要求追查事件的真相 最近在網上 流傳著一份聊天的截圖內容顯示 被打的四個女生裏 穿著灰色衣服的綠元寧 是一間會所的服務員 蟹柱被打斷了 眼球都被打爆了 宋依侯證實死亡 之後她的爸爸 和黑幫爭吵的時候也被打死 這份截圖也引證了 我們前兩期節目的報導 我們在前面跟大家說過 穿黑色群的女生李奇 是同一間會所的寧班湖南人 被租撻了之後 由二樓被人扔了下來 第二天凌晨 被環保工人發現的時候已經死亡 穿著白色衣服的柳美 是唐山諾亭義中的應界畢業生 被租撻毆打之後死亡 朱小禎是柳美的嫂 雲南人 說有兩個月的新人 被陳繼折割喉之後 再被車展壓死亡 這份聊天截圖還爆出了燒烤店 和施暴者之間的關係 關於這個關係的內幕 我們在前面也和大家報導過了 就是這間燒烤店老闆 黃亞娟 是陳繼之的表姐 這間店是陳繼之轉讓給她的 而且這裡是一間專門 被黑幫和官員提供美女資訊的 燒烤黑店 時任唐山市 路北區副區長 公安局路北分局黨委書記 局長馬外軍和罪犯是一夥的 也是當晚的強姦犯之日 我們在前面也和大家報導過 馬外軍是打人現場的指揮 但網上還流傳了一份會議 說陳繼之目前已經逃到國外 這個情況是否屬實 我們目前無法通過任何的渠道 和大家核實 只能請大家自行判斷了 但是目前最新捲入唐山事件余波的 是來自唐山的一段錄音 7月19日 網上傳出了一段 唐山威脅網友的音訊 引發了關注 錄音威脅說 不准在網上再亂發這四個女孩子的事情 否則就會被關進精神病院 一輩子都不用指揮出來 錄音說 不准在網上再亂發那個張榮的事情 還有那四個女孩子的事情 你再發 無論是在中國什麼地方 只要你不出國 我們都有能力將你帶到唐山 將你關進五院精神病院裡面 讓你一輩子都出不來 你信不信呢? 好了 以下我們就為大家播放這個完整的音訊 不管你在中國什麼地方 只要你不出國 我們都有能力把你帶到唐山來 把你他媽的關他媽的五院去精神病院去 讓你他媽的一輩子都出不來 你信不信 有本事 你他媽的有本事 你他媽去告去 你他媽的去上北京去告去 我告訴你 他媽的 唐山多少人多少高官他媽的都在中央當官 他媽的那個B的 中央都打組 比如說中央都打組 他媽唐山現在連蚊子都飛不進來 中央都打組他就算來了 他也是讓一圈 跟他媽的狗一樣回裡溜裡走了 你知道嗎? 這個錄音聽起來比黑社會還要囂張拔弧 簡直就是明目張膽 目中無人 真是將自己當作土皇帝了 居然囂張得敢向全國說話 赤條條地威脅廣大人民群眾 他說 唐山多少人 多少高官都在中央當官 中央督道組就算來了 他也是繞一圈 像狗一樣 灰溜溜地走 而且 唐山密不透風 連隻蚊子都飛不進來 能夠令唐山在全國 橫行的底氣 就像這個錄音所說的了 很多唐山人在中央當官 當然 河北省的高官同樣不少 就是因為這樣 他們連中央督道組也不怕 不過 唐山還真是不是一般的土匪窩 誤查不知道 一查嚇一跳 唐山歷史上的名人 還真是不少的 唐山現在做高官的 以及文藝界知名人士也有不少 還出了29個兩院院士 比如中共早期領導人李大超 文國知名女作家張愛玲 都是唐山人 無論他們信仰些什麼 全下有知的他們 大概應該會為身為唐山人而感到羞愧 因為唐山居然沒有辦法給四個女孩一片晴朗的天空 沒有辦法還他們一個公道 剩下的除了一道貌岸然 就是暴力和恐懼 這個威脅網友的聲音 我們來刮刀底是何況妖怪 底氣禁囂張 根據陸媒《今日頭條》19日報道 這個囂張的聲音 是來自唐山第五人民醫院的院長沈振明 並且說沈振明是辦法總比困難多 專是醫一些不聽話的人 從這位院長 帶有嚴重的威脅性語氣裡面 大家可以聽得出 他好像真的有能力 將其他地方的人拉到唐山 有網友對這個留言說 只是有想不到的 沒有做不到的 殺人放火 對於普通人來說是造業 對於一些壞人來說只是取落 也有分析認為 唐山打人事件 是否能夠追查到底 取決於兩個條件 第一就是百姓 能不能對這件事持續保持高度關注 第二就是當地的官場權力鬥爭 進行到什麼程度 但是這份分析 同時也指出 中共治理下的中國 即使用老百姓的血和生命 都換不到一些社會的進步 換來的只是更加嚴密的羅網 和更加嚴厲的輿論管控 錄音裡提到的張榮 在沒多久之前 實名舉報黑社會 打閘養老院 造假入黨 人身傷害 財產侵吞 強制貫賞密接人生限制等之後 已經在7月11日 被尋釁滋事罪逮捕了 這個足以說明 唐山的什麼實名舉報 不過是某一些人的棋子 所謂的雷霆行動 也只不過是做下樣子 唐山警方和黑社會的勾結之心 絕非是外界所想像的 或者也可以說 警方就是公開的黑社會 張榮在舉報視頻裡說 她舉報的事件都有視頻造證 有證據可查 多年來她因為維權 遭遇到唐山警方的打壓 被迫關閉了養老院 電話被監聽 出去看醫生也不行 還被強制伴上了密切接觸人員的身份 軟禁了11天 不過張榮女士 在她舉報的事情還未正式解決之前 她就被逮捕了 被捕的罪名就是尋人之事 網傳的一份逮捕通知書顯示 7月2日 張榮被她舉報的唐山市高新區警方逮捕 關了進唐山市第一看守所 罪名就是尋人之事 根據網易的報導說 張榮被捕了之後 她兒子連網刪除了舉報的視頻 刪了直播在網上 為她媽媽尋找律師 從7月3日被捕到現在 張榮沒有任何消息 類似張榮的遭遇 在唐山簡直遍地都是 比如另一個實名舉報的案件 有一個精神非常潮水 名叫張秀榮的媽媽 她在視頻裡 實名舉報了自己7歲的女兒 回學期間被人強姦 她上門土工 反而被當地的園警暴力嘔打 送去精神病院 後來每逢有上面的人來檢查 她都會被強行送去精神病院 說到唐山的精神病院 我們先來看看唐山五院是什麼地方 唐山第五醫院是唐山衛生局 直屬的一間市級精神和心理疾病的醫院 負擔著唐山市精神心理障礙的診療治療 這間醫院還曾被授予 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設市場單位 河北省圓林式單位 等等的多種榮譽稱號 簡單來說 這裏就是唐山最大的精神病醫院 第五醫院既然是一間精神病醫院 是不是應該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呢? 而不是把患者當作階級的敵人 俗語說醫者父母心 但是按照第五醫院院長的說話來看 這個唐山最大的精神病醫院 並非是用來收治精神病患者的 而是用來專門診治不聽話的人 那最近消失的一些唐山實名舉報的人 去了哪裏呢? 我們這裏有一個網友 向我們爆料 這個爆料 或者能夠解答大家心中很多的疑問 我們來看看這個最新爆料的內容有些什麼 這位網友說 根據唐山政界神秘人士的神秘透露 張榮已經死在看守所 關押第三天已經被牢頭肉霸殺死了 張榮的家屬已經全部送進五院 四個女生的家屬全部都被拘捕 其中一位被關押五院 每天強迫要吃精神病藥物 所有唐山事件內幕知情的人都被拘捕 部分就送進五院 實名舉報的人全部都被送進五院 五院現在正在抗建中 目前的計劃 抗建為可以容納15萬人的大型精神病院 五院院長是中央政治局韓正院方的表親 河北省人大代表 從這個爆料和威脅網民的錄音來看 那個園警或院長的喬竅 並不只是威脅 究竟有多少唐山籍 甚至乎河北籍的高官 和聽長級的官員 為唐山撐起了一個很大的保護傘 這個背後又有多少利益狗角呢? 到底有多少股勢力為了自身的利益 在這裡把唐山燒烤店一案 和唐山舉報封殺 笑聲呢? 從唐山事件裡 相信大家也看到 公安就是黑社會 中共就是黑社會 這樣的政權 能不倒台嗎? 至於那些助就違約 掩蓋真相的所有官員 真是以為可以逃脫報應嗎? 千萬不要忘記 人在做天在看 好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節目見